Hello大家好,我是Sanny,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产后第一天就成功母乳喂养的下集 今天我们要从宝宝出生的那一刹那从产台上开始说起 还有之后在Postpartum Unit就是转回一般病房后这两天要做的事情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顺利的母乳喂养 为了有效的达到这个目标,我共分成了四个小目标 只要我们把每一个小目标都达成了,最终的目标自然也就完成了 那这四个小目标是 一,提高密乳素,我们要确保母奶的制造充足,然后足够宝宝喝 那第二就是避免催产素下降,让妈妈的奶水更容易流出来 然后第三,我们要学会安抚宝宝 当妈妈不焦虑,宝宝不焦虑,就不会因为慌乱而到处乱补奶 然后第四,就是要知道何时补充配方奶,也就是supplement Fed is best 你需要知道宝宝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一定要再补奶的 乳汁分泌和乳汁释放,一切都是靠激素 那密乳素的提升方式非常的容易 催产素相对起来就比较tricky,需要一些技巧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第一个小目标就是提高密乳素 skin to skin 宝宝出生的那一下那 当宝宝出生而你还在产台上,宝宝的脊带都还没有剪掉的时候 马上把宝宝放在妈妈的身上,让宝宝的皮肤和妈妈的皮肤接触 这个就叫做immediate skin to skin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care provider是midwife,就是助产室 那么immediate skin to skin是一个标准的程序 可是如果你是在医院生产,是有OB接生的话 那么你在产检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先跟医生沟通 看看医生是不是能够配合你immediate skin to skin 那skin to skin有什么好处呢 skin to skin可以帮助宝宝稳定心跳,稳定体温 我今天就给你看到这里了 我今天就给你一个防止皮肤的衣服 我现在看了很多力量比寻实